今天有什麼好東西呢? 就是創造了一部小型的3D打人機 打開了一把橙刀 這部小到無論 但是印的東西不太大 印到是100x100x80 線各方面都有 不過大家要注意 鍋卷的材料特別小 只能放在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安裝好整件事 非常簡單 一個插鬚的線後插在這裡 插開配件包 有一個USB的手指 插著一張SD卡 其他配件 包括一塊底板 有些用來貼在底板 佔著打印的紙張 還有兩個劫子 夾著一塊底板 另外有一支針 小心點 是用來調整打印咀 有看過TinkerCat教學短片 就應該懂得怎樣做STL 今次我們就用Q 把這個STL拿出來 用左邊的Rotate Button 把STL旋轉 或者用Scale Button 把它放大縮小 之後我們要去到螢幕的右邊 打開Print Settings 有幾個參數我們要改變 第一 就是Layer Height 就是每一層打印的厚度 一般是0.2 第二 就是Infield Density 就是物件裡面的密度 密度越高 用的時間就越久 所以用的材料也越多 第三 第三 就是Printing Temperature 就是溶解材料的溫度 而第四 就是Support 就是打印的時候 需不需要用支撐物 去支撐一些凌空的物件 而第五 就是Build Player Adhesion Type 就是打印的物件 怎樣跟桌面接觸 令到更容易脫毛 收割好參數之後 就插入USB手指 將準備好的G-code file save 入去SD卡 裡面 接著將SD卡拔出來 再插入去3D打印機裡面 就可以開始打印了 看看機器的托盤方面 跟我們用的托盤有少少不同 因為那個 它的觀念上 它是用磁石 把托盤黏住在這裡 這樣 似乎比較方便 已經黏得很緊 如果大家還覺得 脫毛的時候會有問題 就可以用這個 按鈕 放在這個位置 開機 而在插入打印材料之前 先用剪鉗 將材料的末端 切成這個斜口 然後在打印機的位置插入去 按著打印功少少 好了 順利進入這個插口 就會看到 單材料在這裡一路 一路進去 順著這條管進去 一路推到盡 接著來看看3D打印機的畫面部分 先按加熱 當達到預設的溫度 就可以按開始了 根據Kewler剛才的計算 今次的打印應該用2-3個小時 經過幾個小時的打印 終於引起了 好 看到今次的打印效果 可以證實 這架小型的打印機 其實的表現都不錯 能夠真實還原 我們在TingerCAD 設計出來的物件